餐桌上有軌道 小火車直送肉品 還有自助吧 沾醬飲料熟食吃到飽 台中這間回轉火鍋店 用餐還能欣賞絕美海景 卻爆出食安風波 單點豆皮中 竄出一堆活蟑螂 至少有五隻 三個大男生嚇到倒胃口 我們就看公讀車很可憐 網友直呼太噁心了 滿滿蛋白質 一堆小牆 應該在豆皮裡生活有一陣子了 而且Google評論中 餐桌上有小牆已經不是第一次 事情一曝光 店家門口拉起紅龍 公告電修兩天保養維護 工作人員忙著清潔 而衛生局實安處也派原機查 真的在廚房發現小牆蹤跡 業者發聲明回應 對顧客深感抱歉 自從營運以來 都有自主定期消毒 但美食區後廠並備獨立空間 而且管道為共同使用 即刻進行消毒跟清潔工作 並加強食材管理 希望不要再有小牆出現在客人面前 影響商癒 記者賴宏偉 黃香布里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før兒的顛叫做 出發燒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